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你本师释迦牟尼佛 听你文殊智慧用手 听你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意 为度化一切众生 发无上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讲 龙猛菩萨所宣讲的中观根本会论 这个中观根本会论 总共有444个颂词 然后中观根本会论是 龙猛菩萨解释释迦牟尼佛的 第二传法论究竟密意 这个我们一般论典的讲师二将 他也449个颂词 如果再加上一个颂词 450个颂词 当时龙猛菩萨有点忙吧 不然如果450个颂词就是好听 你看升天轮词的话 400颂词 每一瓶刚好是25个颂词 特别舒服 龙猛菩萨有时候是太长了 有时候是太短了 有些瓶降得特别多 有些瓶降得特别少 马菩萨伯切有一个叫做 我看《多瑞拉姆尼》 怎么决定真实论 有这么一个 所以是隐秘也有中观的意义 104个颂词吧 104个颂词 他老人家一天写下来了 他里面讲的隐秘 我想到时候我们背诵的是 隐秘的良理宝宗 还是麦彭仁波写的论典 那个都还没有翻译 但是里面讲的很多 隐秘的基本知识讲得非常清楚 麦彭仁波其实我看他那个小字里面说 一天可能一天也不一定用全部吧 一百多个颂词 他写的是一天当中写下来了 龙摩菩萨这个不知道是用了几天的时间 他具体没有说 一般这些圣者们可能短短的时间当中写下来了 但我们去学的时候可能要好几个月 圣者的智慧与凡夫的智慧有这么大的差异 我们现在讲《中观根本会论》 首先宣说间接而叮咛和决择所说之空性 然后回忆也就是说一念恩德尔顶礼分三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问题已经讲完了 现在第二个问题当中宣说缘起的特法 和宣说缘起法和证悟缘起的功德分三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问题前两批已经讲完了 现在是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分五个方面 我们前面也说了 抉择任务 抉择法务 然后抉择一切事发空性 抉择世间抉择为空性 还有那个抉择轮回相续抉择为空性 应该有五个方面的问题 前面抉择世间空性中间的极品已经抉择完了 现在抉择轮回相续不存在就讲这个问题 那么轮回相续不存在吧 这个问题也是分两个方面来抉择 一个就是破轮回的过 也就是说如来不成立 破轮回的因颠倒不成立分两个方面 然后破轮回相续之过如来不成立呢 我们这次这个是刚才二十二品里面 今天我们前面的二十一品的后面还有几个颂词 所以刚才这个课盘我们二十二品的课盘就开始了 那么现在我们前面可能还留下来而已 因为昨天前面抉择什么呢 抉择也就是说讲太过吧 我们以先念而破和必念而破 然后必念而破当中以无声而破和以太过而破 以太过而破当中宣说太过和破对方的五个答案 然后还有色意分三个方面 其中破对方的五个答案 我们就分了也是两个方面吧 一个是宣说对方的观点然后破比观点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问题已经讲完了 第二个问题也是分两个方面 其中所谓的相续相续它自己的本体不成立 我们又分了三个方面一个是前世灭不灭不生后世 还有前世正灭的时候也不生后世 然后前世后世的生灭一体是不合理的 就分三个方面今天我们讲第三个问题 也就是说前世后世的生灭不可能同时 不可能无二无别的这个问题进行宣说的时候 这个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若言欲生灭一世则非语 岂可此云死也欲此云生 这个颂词字面上比较容易解释 如果对方认为前世的灭和后世的生 生和灭在一个时间当中同时发生 在生和灭一个时间当中发生 当然这种观点和这种说法完全是不合理的 如果这样承认的话 那么难道不是 你说即生当中的这一世的乌云 这一世的云的死亡 然后与下一世的云的生存 也就是说它的生长这两个都不是变成了一体吗 那这样怎么会是合理呢 根本不合理的从字面上可以这样解释的 那么我们稍微光着解释 大家都知道它这里主要是破所谓的相续不成立的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是真正所谓的相续存在的话 那么我们前世和近世或者前世和后世之间 应该所谓的相续是存在的 但是这个我们一例观察的话确实是不存在的 怎么不存在呢 前面也是已经前世的相续灭不灭也不合理的 然后正在灭 产生后面的相续这个也不合理的 这两个观察方式前面已经完毕了 那么我们现在采用另一个方式来进行观察 然后对方是怎么认为的呢 他们有些对方认为如果前世的灭不灭啊 正在灭啊这样观察的话确实是不合理的 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一种理由 他们认为所谓前世的正在灭亡和后世的正在产生 这两个是无而无别的 也就是说是所谓的一个相续 所谓的一个相续的话 那么从相续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体的 然后从灭和不灭 灭和僧的角度来讲不是一体的 这样的话应该不会有这种过失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但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你们前世的 比如说我这个前世是一个旁生 然后旁生的灭亡 就是我旁生一头牦牛的话 我这个牦牛当时的死亡 死亡的时候我的乌云全部正在灭 然后最后我得人生 得人生的时候我的乌云正在产生 那么正在产生这两个 我们当然没有详细观察的话 从一般世间人的角度来讲 这两个也是说是一个相续的 一体的 这样可以说的 从相续的角度来讲是一体的话 尤其是我们音名当中 所谓的有一种叫做前语 前语的话它在分别念当中 可以在法的有些不同的 稍微有点不同的本体上 可以分很多很多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真正经得起观察的有一个尸体的相续 连在一起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前世的牦牛正在死亡 正在死亡后世的人正在生长 正在生和正在死的这两个 有没有一个同体的关系呢 这个根本不可能有同体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于成仑士的一些观点来解释 所谓的生和死完全具有相为法相的一种物体 你所谓的生绝对不可能是死 所谓的死绝对不可能是死 这样的话这两个是具有相为性的法相的一个 这样这两个是在同一个世间当中 在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不可能发生的 那就不可能发生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如果我们说是前世的死和后世的生 是一个世间当中发生的话 那么已经可以说是原来的身体 它原来自云的这种灭亡 它的灭和后来身体的这种肾脏 肾脏这两个应该变成一体了 如果你这样的话 当然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过失还是依然存在的 这样的话 比如说两个众生 我前世的牦牛和近世的人的话 那么我前世牦牛的时候也变成了近世的人 近世人的时候也变成前世的牦牛 还有我的生死的运变成长有了 等等有很多的过失 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是稍微动一点名言 和稍微动一点退离的人都不能承认这一点 也不敢承认如果承认的话 那就是以真理来有妨害的 所以当然我们一般来讲这个是可能不会说 但是有时候我们从相续和名言的角度来讲 很多人如果你得出一个真正的结论 恐怕只有这样来说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用担心 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我们变成断灭 或者是要么承认一个常有的话 要么变成一个断灭的话 除了这个以外 是不是现在根本说不出一个非常合理性的道理呢 当然我们前面也是再三地讲过 我们只要承认元气空性的话 不会有长短两边的过失 从生意当中观察的话一切都没有 世俗当中 但是未经观察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存在的 而且这不仅是我们前世和世 我们昨天和今天的这个人的相续当中来观察的话 真正是昨天的灭亡和今天的产生 昨天的灭亡和今天的产生的 所谓的我的乌云是一体一体 这样来观察的时候根本得不出任何一个结论 就没办法有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 我在中间说一体也不行 说他体也不行 然后灭亡的亦产生的话无影而产生的 不灭而产生的话已经有常有的过失 所以我们就不用考虑前世和世 昨天和今天就是昨天我那个 比如说昨天我就表演格斯尔网的那个专辑 我今天就是表演一个什么呢 就是表演一个单词的专辑的话 那么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 我们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这样观察的话 也是同样的 就像一个人前世是牦牛今生当中 变成天人的话 那么这个相续和昨天我表演的两个人的相续 完全是一样的这样一来我们也是会对甚深地体会到 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的甘露法文非常殊胜的 任何一个确实是在现在的世间的 任何一个文学家和理论学家 根本在圆寂空性的侧面 其他的有些比如说世间的一些推理 现在的一些事物的发展 这方面他们也有很多的学说 这是我们设得非常清楚的 世间当中非常了不起的一些大学者 他们对今生当中的日轮生活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这样的文学家非常多的不可胜诉 但是我想是真正的万法的真理 也就是说所谓的元气空性的真正含义 谁能说到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释迦牟尼佛的这种依据 后来的龙猛菩萨等隐藏大德们在一一开创 所以一直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这些宗观论师真正通达了宗观的究竟意义 也就是说一切万法的真理世俗当中对这些问题是怎么解释 生意当中是怎么解释 所以这些我想在座的人也是对宗观闻思 应该是非常有福报的 不然即生当中也是邪知邪见的认识那么多 再加上遇到了这么好的宗观生意 恐怕很多人有智慧 没有智慧的人 没有前世的福报绝对不可能遇到的 像这样真正的有些大乘佛法交流的道场 我想你们也可以租遍全国 租遍全世界恐怕是非常少的 这一点我们并不是在小小的山沟里面 自以为是的开始夸张自己 也并不是这样的 但现在的信息很容易 也可以说全球的距离比较近 我们就可以了解现在真正是 尤其是在韩语上有些地方可能能沟通的 或者自己也是有缘学一些大宗观的真正意义 有没有这样的地方呢你们自己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大家一方面对释迦牟尼佛始终都应该 不管是从他的在我们世俗当中显现的各种专辑方面来 然后抉择生意的一些智慧 就是他的作业的智慧方面 我想我们也应该生起信心 如果他的智慧生真正生起了坚定不移的信心 那么我们即生当中 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和违缘 对佛的信心是不会退传的 不是我们人云云云的一种信仰 也不是一种现在所谓的独行 不是这样狂热的信心 一世的冲动或者一世的狂热信心 谁的宗教都是有的 但是我们真正是对释迦牟尼佛的一种理性质感 他的智慧有一种不可退转的信心 这是我们对每一个学者 每一个修行人来讲 不管是你世修还是在闻思 在哪一个方面非常重要的 这是这样的 刚才讲我们从前世和近世 在两个无二无别的方式也不可能成为什么呢 就是不可能成为有所谓的相续存在 那么下面我们讲所谓的相续不存在的舍义 这个舍义 科判当中应该是讲舍义 三世众求有相续不可得 若三世众我何有有相续 那么我们三世当中所谓的轮回 它这里有所谓的 我们三世当中未来过去 现在在三世当中所谓的轮回的相续 相续我们一直以智慧来寻找寻灭 寻灭的过程当中都没有得到 为什么没有得到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如果前世已经灭了 那么已经过去了 过去的法和未来的法 中间所谓的相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然后现在正在轮回当中 它也是我们找不出所谓的 因为它是一刹那心的 所谓的相续也没有找到 然后未来它是没有产生的 没有产生的话 那么所谓的相续也没有找到 所以通过我们昨天所谓的几种观察方法 也就是前世灭境还是不灭境的方式 来也进行观察了 然后正在灭境的时候有没有呢 也没有 也进行观察了 然后前世的灭和今生的 今天我们所观察的一样 今生的产生这两个 以无二无别的方式来 所谓的轮回相续成不成立 这方面也是根本没有成立的 没有成立的话 那么就是说在未来过去三个世间当中 所谓轮回的相续根本没有得到 如果在三世当中所谓的相续没有得到的话 那么还有什么所谓的相续呢 所谓的相续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因为要是有的话 肯定是在三世当中存在的 现在我们世间当中所有存在的这些法 或者它是过去历史上原始以后的 或者现在它的现状它的本体存在的 或者它未来会发生的应该只有在几种方式方面 但是所谓的相续 只不过是人们与它的一种同类 在世俗当中的同一个内边以分别念安立为 前后都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讲隐名的时候 隐名里面有一个叫做相续 比如说相续和相维 所谓的相续也是实际上不存在的 这是在别说我们观察生意的时候 观察迷人当中降隐名的时候 实际上外境的相续 外境上面是不存在的 我们口头上都是经常说 比如说鼻鼻说声或者什么同行关系 就是关系是存在的 但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关系 也只不过是我们的分别念而已的 因为所谓的关系为什么不存在 很多人认为我们到时候讲隐名的时候 应该《两一宝宗论》里面讲第六品吧 第六品里面专门讲香素香味 所谓的香素 我们都认为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物体与物体之间的关系 但是所谓的关系也只不过分别念安立的 真正的关系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它这里所谓的相续不存在这样讲的 如果我们承认了室友的话 那么我们刚才前面所观察的一样 它会堕入长辨和断辨 这种过失很难以除掉的 但是正因为我们不承认室友的话 如果我们承认一个室友的话 当然是有长辨的过失或者断辨的过失 很难以断除 因为我们不承认室友法的原因 所以我们根本不会有这种过失 宗喀巴大师也是在他的讲义里面 最后得出这样的一种精能吧 如果我们承认一个室友的话 确实是很难以堕入长辨和断辨 很难以避开这种过失 但是因为我们不承认室友法 他的自信不承认为实有的 所以我们宗观是为什么讲任何一个道理的话呢 宗观的这种道理是最殊胜的 有些人这样说是这个应该是为是最殊胜吧 就是藏地宗观是最殊胜的 汉地卫视是最殊胜的 但是这个只不过是说法而已 真正我们通过学习的时候 只有宗观的理论才能抉择万法的真理 这一点可能稍微你学习了如中论 和学习了四百论 学习了中论 这三个论点学习完了以后应该会明白的 到底我们真正要抉择万法的真理的时候 就是依靠什么样的理论才能说清楚万法的真理 所以我想刚才宗喀巴大师所说的那样 我们现在如果承认一个实有道法 你一定要释放或者是自身 或者是他身 或者是未来过去现在哪一个世间当中是存在 我们同样的道理 我们承认一个所谓相续相续也是 应该以什么样的观察最后要得出来 但是在生意当中什么都得不出来 因此比如说如中论当中经常用藏蛮 军队 念族等等 有很多相续的幻化比喻 不成立所谓的相续和他的尸体不成立的比喻比较多 这样一来我们应该大家深深地认识到 这一评当中虽然讲的成和坏不成立 但是成和坏当中它就牵涉到所谓的相续 相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这个相续肯定有吧 我的自相续 河流的自相续 我们这个种类现在人们经常说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种类 那个种类 它的类别有一种重体性应该是存在的 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 但实际上我们以上面的观察 所谓的成和坏不成立的再加上 所谓的成和坏之间有一个相续 这一点也是不成立的如果成也不成立 坏也不成立 中间的相续也不成立的话 那么我们平时所执着的这些是真的还是假的 大家都也应该清楚的 平时不存在的东西我们反而执着为存在 这就是我们的过失 这就是我们的分别念 这就是我们无名烦恼所致的 厌与毛法在面前呈现出来的 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平时应该思维 中观的有些道理应该平时自己思维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自己经常这样看守观察以后 逐渐逐渐对万法的实质就开始断掉 这个有一定的加持力下面我们以教证来终结 以教证来终结什么呢 终结本品的内容 这个教证清遍论师后面也有般若等的教证 还有《三摩帝王经》当中有一个教证 这个教证 藏文当中是有 汉文好像几个讲义里面都是没有出现过 在这里把这个给大家说一下 《三摩帝王经》当中怎样说的呢 三戒如幻如梦的意思 三戒如幻如梦的意思 迅速无常如幻化 迅速很快的时间当中是无常的如幻化一样的 三戒如梦无时有迅速无常如幻化 无来也无从此去没有来的也没有从这里到哪里去的 无来也无从此去也没有从这里到哪里什么地方去的 相续皆空亦无想 相续都是空的相续皆空也没有任何相状 相续皆空亦无想 三戒如梦无时有 迅速无常如幻化 无来也无从此去相续皆空亦无想 这就是《三摩帝王经》这个教证 东喀巴大师 全知国人 很多《中论大书》里面已经引用了 这个内容比较简单的我们现在三戒当中的 不管是七世间有情世间全部都是如幻如梦一样的 然后很快的时间当中会消失的 在当它消失的时候也实际上从本体而言 也没有来也没有去没有来没有去的话 那么它的乘和坏不可能有的 如果有来去乘坏是存在的 既然是来去乘坏都是没有的话 那么所谓的相续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相续全部是空的没有任何体相的 从这个方面来应该大家理解 这是我们讲二十一品已经讲完了 那么下面讲二十二品 二十二品刚才科判大概说了一下 轮回相续的果如来不成立和因颠倒不成立 这一品过如来不成立 这一品也是以理广说和以教证总结 分两个方面来讲 那么以理广说分三个方面来讲 这个下面麦芬仁波齐的科判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是有些地方稍微有点不同 所以我在这里也重新按了一下 那么第一个就是以理广说分三个方面 就是破如来成事存在的 以此舍弃一切见 就是破如来的成事 以这个舍弃一切见 就是以此舍弃一切见 以此类推他法 以此类推其他法 分这三个方面 就是破如来成事和以此舍弃一切见 还以此类推其他法 然后第一个就是破如来成事 取受者如来不成立 这样可以吧 取受者如来不成立 刚才第一个也分三个方面 所取受者的运不成立 必当着舍异 就一个是刚才 取受者如来不成立 所取受的运不成立 然后必当着舍异分三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就是取受者如来不成立 取受者如来不成立 分两个方面 破石油菩提加勒如来 破石油的如来 然后破加利的如来 破加利的菩提加勒切勒如来 分这两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破石油的这种 也就是破石油的如来 那么这个我们在颂词当中是第一个颂词 第一个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非云非利云 此彼不相在 如来不有云 何处有如来 当然我们这一评当中主要宣说什么呢 宣说所谓的如来不存在 首先给大家简单地总结一下 所谓的如来不存在 有些人可能想什么叫如来呢 如来就是佛的一名 佛的不同十种名称当中叫如来 为什么叫如来呢 如来呢 因为如理如实地已经见到了一切万法的本体 而世界在显现当中来到这个世界来度化众生 所以如实而来 如实而去 所以如实而来以正法的理性而来也有这个意思 那么如来呢 当然这里所谓的如来可以包括 法生 宝生 化生这三种 但是我们人们一般经常所谓的化生和宝生 也就是说有色生 所谓的色生以如来的名称来可以代替 色生大家都知道比如说释迦牟尼佛 在我们一般的所谓众生面前显现以色生的方式来显现 并且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先出世 然后苦行 中间出家 苦行 转法轮 最后显示涅槃 这就是所谓的如来 我们这一品当中所谓的如来不成立 如来不成立的话很多人可能大吃一惊觉得说 怎么我们也是是不是跟无生论没有什么差别 连佛都不存在那这样的话当然是不用怀疑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名言当中的所谓的如来 如来所转的法论 如来所说的法 这些都是完全承认的但是在神义当中 神义当中所谓如来的这种本体也没有一个诚实的东西 因为对方的很多人认为如来可能应该成立的 如来为什么成立呢 如来苏显呢 在比如说我们释迦牟尼佛大师尊面前发心 然后发心中间经过三个二生奇迹当中积累资粮 最后它就显示了圆满的正等觉的果位 这个存在它的相反的轮回应该存在 轮回存在的话 所谓的相续应该存在 如果相续存在的话 我们坐前面破的全部就不成立了 这样他们认为有始终和外章 认为万法的这种是有始成立的 这是对方这样认为的 但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没有经观察的时候 所谓的如来也确实存在 我们众生的迷惑面前如来也是存在的 这一点没有什么怀疑的 但是真正是以生意当中来观察的时候 不管是轮回所谓的佛陀的任何功德 佛陀的任何境界 菩萨的任何功德 任何境界 全部一概都是绝症为空性 在空性当中所谓的如来的尸体也没有成立 根本不可能成立 这样我们也不会变成灭佛的凶数 这一点大家有时候也可能会这样 如来都不存在的话 实际上说八一点就是佛陀不存在 那佛陀不存在的话 我们怎么会成为一个三宝弟子呢 就是连佛陀不存在的话 我就怎么会成为一个佛教徒呢 如果佛陀不存在的话 那佛教徒的弟子也不存在 这样是不是对佛法一个大的诽谤 文革期间很多人说是法不存在 佛不存在 当时后来很多人认为这就是破实言之 那么是不是我们也是变成这样呢 这方面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我们从理性当中观察的时候 如来的本体不存在 这样说的话既没有过失 而且真正是了解佛的本来面目 这一点稍微我们读《金刚经》的人 每天也应该清晨 所谓的佛陀只不过是众生面前 明朗前现面前还是以色生的方式来度化众生 这是应该的 但是真正的一些利根泽面前 所谓的佛陀也并不是以色法 也并不是以身影以这种方式来出现的 所谓的佛陀就是万法的本体 显空无二的本体这就是所谓的佛陀 但是这个凡夫人根本没办法 怎么样讲很多很多的功德 华智仁波切有些窍诫书里面有这个比喻 比如我们讲很多佛陀的一些世俗当中的功德 我们没办法接受的 刚生下来的那个孩子 然后给他面前摆的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 他就根本没有能力降服他 我们成年人认为 你看摆的那么多可能有二十几样菜 然后刚生下来的孩子 你要吃啊 你好好地吃一下 然后他可能看得不看 也许看了一下也是哇哇在哭 除了这个以外 我像华智仁波切讲的那个比喻就是非常好 所以我们这个凡夫人我们出学者的话 有时候讲那个佛的 比如说这个十八不公法等等 就是如何如何的在明眼当中讲的时候 我们就是根本没办法那个就像说 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根啊智慧啊 就是还没有什么都没有成熟 就像刚刚生下来的孩子一样 所以呢我们这个有些时候 这个明眼当中的佛陀的入海的功德 也是现在就是对有些人来讲是 有些人是可能出学者 有些人对佛法的基本道理都别说是连资量道德还没有开始 这样也很难以接受的 但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自己不能接受不能说是外面都没有 你看你这个小孩自己不能接受 你说这些不是好的事物啊不能这样承认的 如果这样的话也违背明眼 所以我们在这里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如来具罪为空性一方面不会堕入邪见 这方面也给大家应该说明一下 那么下面就是说对方认为所谓的如来应该存在 如果如来不存在怎么会是佛陀最初发现 中间积累资量最后现实成 如果如果佛陀存在 那么所谓的万法应该存在 轮回也应该存在 这样我们就觉得所谓的佛陀也是以无垠的观察 尤其是前面我们十八品当中 就是以抉择人我的时候用云来观察 或者前面的十品当中 我们用作者所作这方面来观察的话 也是根本不可能成立 还有前面我们可行品的这种力来观察 也是所谓的如来不成的 应该有几种方式来观察 下面我们讲这个 下面就是这个我们平时以凡夫的身体来观察的话 那么凡夫的身和云不是一体 也不是他体 也不是能义 也不是所义 也不是具足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观察过 那么以这种方式来如来跟云之间的关系进行观察 也实际上是不成立的 怎么不成立呢 如来非云 如来并不是无云 本来云我们一般经常所谓的色 诗 相性诗 那么我们所谓的俱色论里面的无云也可以这样讲 然后还有涅槃无云 涅槃无云戒定会 然后解脱和解脱智慧 中国有五种清净无云吧 清净无云 不管是清净无云还是不清净的无云 那么如来的本体并不是跟云一体的 如果云一体的话 云有众多的 云有生灭的 无云有生灭的 所以如来也变成这样的 但这个谁也不敢承认的 我们不能说佛陀就是色云 佛陀是色云的话 色云灭的时候如来也灭了 那么色云很多的 如来也很多了 那他的身体 以身体的角度来讲 这样就不合理的 然后内离云也并不是离开了无云以外的一个 如果离开了无云以外的存在的话 那么佛陀无云在这里 然后佛陀在这里 在这样 我们可以这样说 但是这个也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因为以正量来威艰 也没有得出来 除了我们平时人们也认为 他的色云就是如来这样认为的 他离开了所有的无云以外 再造出一个如来的话 这个神也不会造到的 所以离云也不是 此必不相在 此必不相在 它这个云作为所依 如来能依 这种方式也不可能存在的 就像我们所谓的血山的狮子一样不可能存在的 然后反过来说是 所谓的云作为能依 如来作为所依 这样也是不可能的 它们之间能依和所依 比如说血山的动物或者临终的狮子 老虎等等 以这样能依所依的方式 如来和云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然后如来也不具足云 如来不具足云 如来如果 比如说我们所谓转轮王的图上 具有法相一样 如来具足云 那么如来跟云已经塌堤了 那以塌堤这样的方式 如来就是这个 他所具足的云是这样的 在生意当中也是不可能具足的 所以何处有如来 这样的话在什么地方有如来 当然这个我们前面在举则人物的时候 也是进行观察了 然后讲如中论的时候也讲了 总而言之 龙猛菩萨在这里 我们经常以前讲的是目彻七相论 目彻七相因也可以说 或者藏文里面说是五种目彻因 这样也可能但我们七相推理 这样也可以说 中的观察这个方式 我们凡夫人要觉得这两个法师本体存在 应该在这个上面存在 刚才国仁巴和他们的科班上 就是石油的如来 与菩提加勒跟云石油的存在不是家里的 如果真正石油的东西 那云通过这几种观察方式 除了这个关系以外别的方式没有办法存在的 所以我们应该以这种方式来观察 这个观察的具体有些细一点的话 那个《徽童之观》里面的每一个都讲得稍微广一点 而且我们前面举则人物的时候也讲得比较广 所以我这里因世间关系他们之间的推理 我想尤其是学《入中论》的时候 大家七相推理都非常清楚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一方面应该深深地认识到 所谓如来的本体并不是跟云结合在一起的 实际上如来的本体也是空性的 这一点大家应该深信不业 这样对空性法门进一步地会认识的 这是讲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讲破加厉的菩提戒如来 这个分三个方面 一个是自信他信不成立 经过观察以后所谓的去受者不成立 然后所加厉之法不成立 就是所加厉之法 所加厉的法不成立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略所和广所 第一个讲略所和广所 那么略所下面的这个颂词 云和幽如来则无有自信 若无有自信 云和因他有 他这里讲这个问题 对方这样认为的 尤其是正量部的有些小乘宗这样认为 他们说你这样如来和云之间的关系是 他体 意体 能意 所意 具足 这样观察没有任何必要的 但是我们就承认如来与这个云的关系 就是不可言说的方式来肯定存在的 不可言说的方式如来是肯定存在的 对方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我们说如来的这种 他认为如来是依靠云而不可言说的方式来存在的 但是如来如果依靠了云 那如来都已经成了缘起法了 缘起法它的本体肯定不适有 我们下面有这种方式来破它 我们下面是怎么的方式来破它呢 云和有如来 责物有责心 你们对方是不是承认所谓的如来 就是依靠云的合合而成立 依靠云而存在的 如果这样的话那需要云来合合 也就是说依靠云 依靠云的话 那么无云的合合我们前面都已经破了 所谓的因缘合合不存在的道理 就是刚在前一瓶当中已经破过了 然后所谓的合合不存在的话 那么所谓的如来 就是依靠它的如来也不可能成立的 如果如来的自信不成立的话 那么怎么会是有这个他法呢 他法他们认为是依靠云的其他的法 应该是存在的 为什么如来的本体存在呢 他认为是依靠其他云的一些他法 就是肯定存在的 因为如来依靠他法而形成的 依靠他法而因缘合合而存在的 所以应该存在的 但我们下面破他的时候 既然你们所谓的如来依靠无云的合合 然后合合的话 合合不成立的道理我们前面都已经讲完了 然后如果依靠合合的话 如来自己的本体不可能成立的 如来它自己的本体是不可能成立的话 那么依靠他的其他的法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就像侍女的儿子一样 那么侍女的儿子他自己本体不成立的话 他是依靠任何一个其他的事法 也是不可能成立他的本体 所以说这种说法也是完全不合理的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我们下面再讲一讲给大家念一题 如果认为前世正在灭尽 与何时的正在产生为与同时也是不合理的 如果按照你们的说法 岂不成了在某个出现死亡的乌云上面 又出现了出生的现象吗 这现在是不合理的 因为死亡与出生而在完全线外的法 此处依静的含义也表示前后 而这之乌云后而为以成为了义体 用法太过的方式 在《现究论》当中也有这个义字这样解释的 下面是色义 第三是色义 因此如果有产生则不会有死亡 如果有死亡则不会有产生 所谓的相续并不存在 因为前世 今世 后世 三世中 无论前世已经灭尽 还是尚未灭尽的灭尽当情形下 他正在灭尽 他这里没有说是不是灯子里面包括的 前世已经灭尽了还没有灭尽 或者正在灭尽吧 这三种情形下三有的相续都不可能存在的 既然在所知的三世中 整个所知万法当中的三世当中都不存在 那则三有的相续又怎么会存在呢 绝不可能存在的 正根本会论之第二是 一亿成怀平时中 下面就是讲观如来平经部观念和平观念 经部观念是佛经当中这样说的 如来恒世无神之法 如来就是说恒世都是无神法 它跟法界没有什么两样的 一切诸法同于如来 一切诸法也是跟如来没有什么差别 如来经常是无神的大空性 但宣说无有如来之道理 第二个是平观念如果对方提出 轮回的相续是存在的 因为如来存在的缘故 如来必须在无数界中积累资粮 它就是积累资粮 至至圆满至何才可以成佛 这并不是一瞬间或者一刹那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所以说轮回的相续是必须存在的 因为跟上阶下文吧 前面他们认为所谓的相续应该存在 或者按照果仁法的分开的话 前面完全是以世间的观察方法 现在这一篇主要讲轮回的过和轮回的影 从两个方面来观察这样也可以 为了证明如来不能以自性而成立 为空性而宣说了此品分散 折迫如来之成立舍主 我刚才说是舍弃一切见 以此类推其他法第一个分三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破数据者菩提交流不存在 这个道理分两个方面破数据者证实有存在 数据者指的是如来去受者 破数据者家里的自性也不存在 它一个是实有不存在 一个是取数者的话 一般我们凡夫人也可以说如来也可以说 取数者不成立的道理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如果如来以本体的方式存在 因为其以精密漫长逐其的相续成立之国 所以轮回的相续也应该是存在的 然而所谓的如来并不是以本体而存在 因为如果如来存在 无论我们对其余无论为遗体 还是遗体等情形进行观察也都不合理的 前面是以无相推理来进行观察 蒙方仁波切这里面的这些推理全部是 《现句论》里面的推理 《现句论》里面全部用的是这种 首先如果无因就是如来 如来跟无因一体的话 我们可以参照若然是可然多则者之义等 以及若无云为我即未生灭等等方式来加以破斥 如果如来就是云的话 那么然和可然变成一体以这种方式来观察 如果如来与无因此外的其他体的话 我们可以用前面各种则破方法的违品来观察 这个括号里面已经讲了他违品的观察方式 然后无云即不可能像山上生长的树木一样 依靠如来因为它们之间是不存在他体的关系 如来也不可能像生活于森林中的蒙树一样 依靠无云它互相能一说也是不可能的 也是因为它们之间不存在他体的关系 如来也不可能像转轮王具备相好一样 具比无云呢 因为如来与无云不存在一体他体关系的缘故 这个前面有这么一段话 实际上跟下面的讲义基本上是差不多 但是可能当时也是他们后来真理的这些人 就是莫彭仁波切把字面上的解释放在后面 然后他前面的一些 当时可能莫彭仁波切讲的时候 有些《现局论》里面的推定讲的时候 这个弄在前面可能是这样的 下面真正的颂词字面含义 下面这样讲如果有人提出 虽然你们说从五个方面来证明如来是不存在的 但依靠无云一体一体并且不可言说的如来还是存在的 前面我们经过五种观察也是不存在吧 但是不可言说的依靠无云 他认为无云是室有的 依靠无云所谓不可言说的如来应该存在 如果依靠无云不可言说的无云存在的话 如来它自己的本体是有存在的 他这样认为的 如果自己的本体不存在 则不可能依靠他体而存在 我们可以用如果自己的本体不存在 则所谓的他体也是不合理等等理由来证实 对此下面进一步的广说 因此如来色生等不是无云的本体 否则由如来称为生灭者 称为众多者 以及作者和作业成为一体的过失 如来跟云一体的话有这个过失 字面上它如来不是云 如来也不是云以外之法 因为他体的形式而单独存在 如果真正存在的话应该是这样 但否则如来就有成为无为法的过失 要么有为法除了无云以外单独所谓的如来存在 如果不是的话有无为法的过失 但这个我们面当中也不能承认 无云既不可能依靠如来而存在 如来也不可能依靠无缘而存在 如来也不可能具备无云 既然如此 所谓的如来有在何处呢 因为我们采用了什么呢 无种方式进行观察如来都了不可得的缘故 下面是家里的如来的自信不成立 它这里分三个方面 迫于自信他心中成立 然后以无有去除这利而迫 还有设两方之义 第一个呢 如果对方承许所谓的如来 依靠无云而安立 所以不存在本性或者是自信 既然不存在自信 有怎么可能依靠他法而存在呢 想讲到这里是吧 下面大家一起回相供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议理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